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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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育财 流财的目标 乔委会继续办理产学棋手合作乔人专班 我们沿南东南亚青年来台湾升学 推广台湾优质的技职教育 对于培育国内及桥界产业所需人才有相当大的成效 面对后疫情时代生活模式改变的挑战 为了属桥务工作在有限的资源下发挥最大忠效 教会透过两大战略 包括扮演杠杆支点及建立单一联络窗口与整合平台的方式来推动桥务的工作 当然具体而言我们有五大策略来落实相关的政策目标 包括桥务工作数位化 资源整合平台化 政府与民间合作双远 以侨胞需求为服务导向 以及桥务改革创新与活络资源 逐步扩大与深化各项新南向政策工作 均以提升台湾与新南向各国的连结交流 我们希望增进台湾与桥界相互壮大发展 最后我们期盼各位继续支持政府的桥务工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